如果你把疫情定位为问题 那么你的注意力它对负面的信息更敏感 5月29号 法国情商教练罗昂在集思传成都的家中 通过线上视频交流的形式 帮助客户疏导因新冠肺炎疫情 产生的情感和情绪问题 说着一口流利中文盘着传统发迹 今年40岁的法国人罗昂看起来中国味十足 2008年 从小就对中国传统武术文化感兴趣的罗昂 从巴黎来到成都旅行 还拜访了印象中中国武侠小说里的青城派掌门人 决定留在成都后 罗昂花了四个月的时间 就把中文掌握到能与人交流的程度 之后他尝试了不同的工作 歌手 电视台主持人 太极教练 2016年 罗昂开始从事情商管理相关工作 也就是情商教练 情商教练 但更主要在情绪管理和人际沟通 这两个文化上面 就比如说 如果培养一个自己很好的状态 处理我们的焦虑 抑郁 自备或者意怒等等 或者怎么去处理我们的夫妻关系 亲子关系 或者团队关系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 转瞻线上情商咨询的罗昂发现 许多人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烦躁 紧张焦虑的心理应激反应 疫情我们发现了有两种的情况 一次是关于工作的焦虑 因为有很多不确定 我的工作能不能继续做 收入会不会中断等等 所以工作方面的焦虑 另外一方面 他们会发现是家庭关系 因为两个人 或者三个人 或者更多的人 在一个空间里面待了这么长时间 那些关系的摩擦就会被放大了 在罗昂看来 面对这次疫情所带来的不良情绪 人们要做的就是接受自己的情绪 加强精神和身体的锻炼 为此 他专门制作了疫情相关的情绪管理课件 还录制宅家运动视频 帮助人们排解负面情绪 罗昂因太极拳解缘成都 期间还带了洋式太极传人为师 心虚不宁时 他就会打一套太极拳来舒缓情绪 罗昂认为 太极拳蕴含了丰富的文化和思想 不仅是一项运动还是一种思维方式 于是他把太极的哲学思维 融入到了自己的情绪管理课程中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每年回忆自法国的罗昂 今年并没有回去看望家人 在美洲的视频聊天中 罗昂和家人交流最多的 还是中法两国在疫情防控方面的情况 疫情到法国之前 我就给他们做了一些普及教育 就是给他们教 现在在中国发生了哪些事情 你们在法国需要做什么样的准备 然后去避免那些人很多的地方 然后现在那边已经开始复工了 像这里一样的 水深也有上学了 所以我会给他们说 现在我的线下活动也要重新恢复了 所以都已经回到真神了 感谢观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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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